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陈出8月可能访台的消息 引发台美炒作 报道称佩洛西若成行 将是25年来 美国访台最高层级的政治人物 分析认为 此举将为本就紧张的中美关系 和台海局势再现波澜 对此国台办回应 我们敦促美国国会一些人 认清台湾问题的重要敏感性 认清台独分裂行径的严重危害性 来看驻台记者发会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19号称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计划于8月份赴台访问 引发台美炒作 另有消息指出 美国内部目前对于佩洛西访台 仍有意见分歧 最终计划也可能遭到取消 今年4月 佩洛西原定在所谓 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3周年之际访台 消息传出后 中国强烈批评美国 踩踏一个中国红线 随后因佩洛西确诊新冠肺炎 而延迟取消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 一段时间来在台湾问题上 屡屡采取挑衅言行 支持怂恿台独分裂势力 为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站台说向 其目的就是打台湾牌 企图以台制华 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 敦促美国国会一些人 认清台湾问题的重要敏感性 认清台独分裂行径的严重危害性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打牌挑衅 停止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 停止任何玩火行径 传出佩洛西可能访台消息之际 美国前国防部长正在台湾窜访 并妄称台湾应该全民皆兵 延长民众兵役期 以及提高军费等等 分析认为 近期美国两面手法操弄台湾牌 动作不断 民进党当局亲美反中 和美国挺台抗中 相互借重与利用 今年以来 拜登政府虽然嘴上说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但在行动上显然没有改变 在政治 军事 经济 等等各方面挺台抗中 尤其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台海安全议题 被西方蓄意渲染炒作 这一策略反而更显得清晰化 分析认为 佩洛西如果成行 将为本就紧张的中美关系 和台海局势再先波澜 其实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 实际行动和表态 近来一直就显得大相径庭 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 美方曾就一中原则 做出正中承诺 拜登也明确表示 不会支持台独 但是人们看到的 却是美方不断地放宽 美台所谓官方关系的限制 不断地提升 受台武器的规模和性能 等等诸如此类的花式挑衅 而至于民进党方面 则选择勾连外部势力 继续谋独 上演一处处闹剧 但是不管双黄眼的再起进 也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 一部分的事实 中国捍卫主权安全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不会撼动 某些独派势力 继续执迷不误 抱有幻想 只会面临失败下场 以上是总台记者 发自台北的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选战的最新动态 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 参选人陈时中 19号举行竞选团队成立大会 但是现场气氛平平 记者反而比民众还多 19号上午 民进党台北市长 参选人陈时中 举行竞选团队成立大会 虽然有民进党议员到场助阵 但默契不足 在高喊阿中市长时 回应动算声音也零零落落 不止让主持人带头重喊 陈时中也承认 选举的运作还要再磨合 此外 道场的绿营幕僚 助理虽然不少 但选在上班时间造势 并没有出现人潮 附近商家也没有看热闹 现场反而是 媒体采访者人数最多 陈时中宣布 投入台北市长选战后 多次讲话都引发争议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 频频失言 比担任指挥官时期更频繁 面对逃跑选市长的批评 他狡辩自己是所谓自由业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交接典礼上 还公然两度拉票 声称会赐一票 此外 谈到接任台卫福部门 负责人时 他声称自己 宁愿战死沙场 也不能抑郁以终 因为政务官就是要做对的事情 不能闪躲 我在进到政务官的体系里面 是自由业 随时可以来 随时可以走 那记得投我一票 谢谢 谢谢大家 宁愿战死沙场 也不要抑郁以终 对此 台湾中天电视台 进行街头采访 不少台北民众认为 陈时中很想选 讲干话 对他的言行不以为然 有台湾民众表示 他就说他不是逃跑 他算自由业 自由业这个形容词就有点怪 看起来就是为了选举 他出来选市长 我是不会支持的 对于台北市长选情 民进党前台南县长苏焕志认为 连绿营支持者也在痛骂陈时中 民进党自认为 可以维持住三成基本盘 但以目前情势来看很难讲 苏焕志表示 我听到绿营支持者在骂陈时中 因为商业受损 痛批得一塌糊涂 对于台湾选战情况 有台湾资深媒体人表示 国民党领先四都 其他县市也多半领先 除非拿出奇招或是出现奇迹 民进党这回选举 可能跟上回一样遭遇重挫 新绿的台湾美丽岛电子报的报道也指出 从台湾北部的三都来看 所提人选争议都很大 台北 新北 桃园 已形成集团对抗情势 林志坚抄袭事件可能产生外溢效应 拖累台北市与新北市候选人的选情 除了台湾北部三都 台媒也点名台中 民进党提名的台立法机构 副主管蔡奇昌 目前民调落后国民党现任市长 卢秀燕一大截 民进党一直以来擅长宣传的空战 但县市选举主要是组织任性的较量 国民党这次的组织网络 仍然比较盘根错节 因此目前声势落后的民进党 要弯道超车恐怕不容易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日前 从台湾台中港出发的中远之星轮 满载着从台湾进口的货物 到达浙江玉环大麦渔港对台直航码头 当天晚上 中远之星轮从大麦渔港对台直航码头出发 仅用一个晚上于18号上午抵达台中港 据了解 这是玉环大麦渔港对台直航 正式开通台中港新航线后的首航 该航次进出口总计195个标箱 20台湾绝机 2009年 浙江玉环的大麦渔港台湾基隆港 海上客运直航航线开通 2014年 大麦渔港对台海上货运直航开通 运行多年来 大麦渔港逐渐形成了以集装箱业务为主导的模式 日前 两岸青年57人从云南昆明出发 经玉西市 普尔市 西双版纳州 到达中老边境 摩罕口岸 沿途实地考察中老经济合作区 国家级口岸 美丽乡村等 两岸青年被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 特色小吃 歹味烧烤 深深吸引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四天的时间里 两岸青年共同了解中老铁路重大意义和影响 欣赏云南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神秘的热带雨林风光 感受大陆飞速发展 蔡英文搅乱台海心中有鬼 日夜害怕被直接斩首 下令台军搞铁锁横江 妄途在危机时刻火烧淡水河 台军新战法究竟有何作用 蔡英文是否已经慌了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台军封锁淡水河 异想天开反斩首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军正在加紧准备 汉光38号士兵演练 其中的新战法备受关注 台军计划首度演练 在淡水河口部署组绝练 防止解放军斩首作战 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淡水河的防卫 蔡英文当局动作不断 是否已经慌了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 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 欢迎二位 李鸿 北京的小鹏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李鸿好 游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台军汉光38号军事演习的相关介绍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军汉光38号军演将于7月25号展开实兵操演 状况模拟包括台北港遭战斗轰炸机 武装直升机突袭 并从不同空层攻击台北港多处港区及码头 台军防卫部队分别以地面防空火炮 攻击直升机及车载式防空导弹进行拦截回击 台媒称 此次汉光军演中 台陆军将首度演练 在淡水河口部署由汽油桶连接而成的阻绝链 持至相应攻击 有分析认为 台军想构筑防御铁链对抗解放军 但这种阻绝链并无新意 一旦相关装备遭到打击 整套战法就可能沦为空谈 阻绝链成为了台军在淡水河口 部署武器装备的主要战术战法 那么为什么会要在淡水河 做这样的一种设计和安排 我们知道淡水河曾经是岛内 唯一可以通航的河岛 那么淡水河对于台军来说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反斩首跟反突袭作战 一向都受到台军很高的重视 反斩首跟反突袭 它的目的是要防止大陆 对台湾的领导中心 发动突袭式的攻击 台湾的领导中心在台北市 蔡英文的办公室 距离位在台湾西北角的淡水河口 只有20多公里 如果淡水河口被突破 解放军部队就可以沿着淡水河的河道 或者是另外一条跟淡水河相接的 基隆河的河道 直接进入台北的核心位置 威胁台湾的领导中心 另外淡水河出海口旁边 还有一个台北港 台军就认为 大陆如果发动突袭 也可能同时拿下台北港 方便从海陆运送重装备上岸 这就是为什么 这几年台湾的汉光演习 都会在淡水河口附近演练反斩首 反突袭 还有台北港的防卫 这两天传出的消息 是在今年台军的汉光演习里面 他们想出了一个能挡住解放军的创新做法 就是把平底吃水浅 主要是用来装置临时扶桥的 德国做的M3两栖周桥车 当成布雷艇来用 做法是让两栖周桥车下水 然后在周桥车跟周桥车之间 拉起一条用汽油桶串联的主绝链 汽油桶里面在放进汽油炸药炮弹 在解放军的两栖登陆舰通过的时候 引爆 在配合陆地上的火炮跟反装甲的导弹 希望能挡住解放军的部队进入台北 不过大家更关心的是大陆如果真的发动斩首突袭 来的可能不是登陆艇 也可能是攻击直升机 如果走的是水路 你在淡水河口用这种布置汽油桶主绝链的方式 对于总重量超过500吨 最高速度63节 等于是超过陆地时速100公里的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艇 你就算来得及布置主绝链 你真的能发挥主绝的效果吗 这才是大家关心的 就像刚才有教授介绍的这样 这一次的主绝链设置在淡水河 就是为了防止斩首行动 那么这个新战法的出现 有没有可能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效果 它是虚张声势呢 还是说淡水河真的有那么重要的战略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这次台军加强在淡水河 特别是淡水河口一线的部署 它是有两方面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从纯军事角度来考虑 第二个目的恐怕也不无舆论层面的考量 首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看 淡水河口这个位置 它的趋位的因素 是他们考虑的第一个要素 那么淡水河作为台军来讲 它要在相应的区位去部署所谓的两道防线 那么第一道防线就是位于 刚才你提到的淡水河口 那么第二道防线是距离淡水河口 大约8公里处的关渡大桥 他们看到由于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么如果说第一道淡水河口被突破的话 那么第二道所谓的关卡 这个关渡大桥距离台北市区 甚至我们清晰点说 就是距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办公室 大约只有十几公里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他们是高度紧张的 看中了这一点就要强化 它所谓的这个部署 就刚才提到的这个组绝链 但是从这个组绝链 它的这个战术来看 应该说我们讲 坦率说是有点可笑的 在这个军事考量之外 另外一重就是舆论上的一个考量 那么这个作为台湾当局 或者说作为台军来讲 它对于两岸军力这个对比 它应该说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现在一系列的部署 我们看到它是把这个重点放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 所谓的第一防线和第二道防线之间 也就是说淡水河口和关渡大桥之间的 大约八公里长的淡水河的河面 在这里就要所谓的排兵布阵了 无论是它提出所谓组绝链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 这个装备和这个装置也好 它其实要起到的是一个舆论上的 给台湾岛内民众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 这条河道的沿线 一个是濒临所谓大台北的城市圈 好多城市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好多的景点 比如说老街了 比如说鱼人码头了 这都是人员扎堆的地方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布设 就是给台湾岛内民众带来 很大的一个视觉冲击力 我们知道当前两岸的局势紧张 完全是台当局 民进党当局 他们一意孤行 把这个倒行逆施 带来的这样一种不良的后果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要甩过于大陆 所以他不断地去炮制 并且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 如果说在淡水河设置 阻绝链这样一种战术战法 会沦为空谈的话 那我们看到也有的分析认为说 其实攻击台北 是有三种攻击方式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客观地 去评论这三种方式 台军的防卫的关键在反登陆 包括防止大陆 对台北的领导中心实施斩首战 要阻止解放军进台北 淡水河口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台军的布防重点 突破了淡水河 大陆就可能从淡水河 基隆河两条水路 进入台北的核心区域 如果就占了台北港 就可能有更多重装备上岸 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几年台军就不断在强化 淡水河口的防卫 那除了在附近的关渡布置重兵 在更靠近台北市的复兴钢 也放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营 不过除了走淡水河这条路线 要攻击台北 其实还有其他的路线 是可能走的路线 第二条可能走的路线 是台湾东北的宜兰这条路线 宜兰有一条通往台北的雪山隧道 如果你走这个路线 从上岸到进入台北的核心区域 也用不到一小时 还可能北上攻击基隆港 宜兰的海滩宽度比较窄 过去台军认为 这就会限制大陆登陆部队的火力跟人数 但是现在大陆有075-27攻击舰 是可以搭载攻击跟运输直升机的 还有一个可能登陆的地方 是从西面桃园一带的海滩登陆 向北攻击距离在40公里外的台北 也可能占领旁边的桃园机场 走空路运送更多兵力跟装备来台湾 桃园一带海滩是比较宽敞的 比较适合两栖登陆的 所以一直是台军防卫的重点 台军的六军团在桃园有个机部旅 在靠近桃园的新竹有两个装甲旅 另外桃园还有海军部战队66旅 还有一个配备阿帕奇的陆军航空601旅 装甲旅以后还会配备从美国买来的M1A2战车 虽然那要等到2024年之后了 台湾是个岛 虽然不见得很多地方适合两栖登陆 不过随着大陆军备的提升 现在能够登陆的方式变得更多了 可能来自空中来自水面来自四面八方 这个就是为什么维系两岸和平 总是有人呼吁备战还不如避战 你与其每天担心被斩首 怎么防好像都不放心 不如努力去找回两岸的共识 还更有效一点 这次汉光38号演习 除了在台北进行演习之外 也在台湾的东部海域进行了联合军事操演 就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此次汉光38号军演中 除了对于台湾北部的防御演练以外 台湾海军空军也将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联合操演 台媒报道称 台海军远程雷达机动车将首度投入汉光演习 防止台海军各远程雷达战遭到解放军攻击后 失去坚真预警能力 此外 台军近来还阔军备战 为了强化对台湾海峡上空的所谓防卫战力 台空军近期宣称 将启用桃源 龟山等六处美军过去曾使用过的防空导弹基地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在台湾东部还有一个联合的军事操演 那么台军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可以实现联合作战的制海能力 那么这个联合作战的制海能力 台军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达成 我们看到这一次它是首度出动了它的雷达车组 那么这个雷达车组在战时的时候 在争夺制海权的时候 能为台军发挥多大的效力 其实美国方面一直在进行背地里的拱火和怂恿 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的一些制处库发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作用 起了一个不良的一个角色 那么他们其实就给台湾当局 或者说给台军抛出一些加引号的建议 这些建议提出你们要搞这个不对称作战 这个不对称作战核心就是什么呢 所谓的要以小去胜大 如何胜大去 如何以小胜大 如何去决战于海上呢 你必须要去购买所谓不对称武器 比如说这个智能水雷了 比如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些导弹发射车了 那么这些不对称的武器 自然就是要填满美国军工复合体 这样的一预课 它要去给台湾当局 去给台军去编故事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 这些武器的有一个我们叫引导的中枢 就是这个雷达车组 这个雷达车组 所以现在把它抬出来 体现的就是这种所谓不对称作战的 这样一种思路 另外再有一个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机动作战 为什么要机动作战呢 包括它一系列的这种汉光军演 它推出的一个结果就是 一旦发生了非和平状态 一旦发生战事的时候 那么这个台湾岛一线 特别是台湾岛东线的一些固定雷达站 就会成为第一波被攻击的目标 也就会第一波被物理清除 那么清除掉它存活率不高 剩下的存活率由谁来保障 就是由这个移动雷达车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雷达车组 所以他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又一个 活动的这个作战的单元呢 一方面要提高它的这个存活率 另一方面呢 是要通过这种移动的方式 便捷便于隐匿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于海上目标起到一个 比较精准的一个打击效果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 防卫淡水核出动雷达车组之外 台军对于汉光38号军事演习 还有哪些特殊的构想 我们知道蔡英文呢 一直在武力上 在军事上 在向外示强 展示它强硬的一面 那么蔡英文当局 对于此次军事演习 又有什么样的构想和期盼 汉光演习的这些内容 包括像汽油桶串成组绝链 出动雷达车 其实就是想向外界传送一个讯息 要展现台军对两岸冲突 是有准备的 不过你越是大张旗鼓搞这些演练 搞这些内容 同时也会送出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两岸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在两岸和平稳定的年代里面 汉光演习就是台军基本操练的一个例行活动 根本不必刻意高调搞成政治宣传 这几年汉光演习的备战味 宣传味越来越浓 反映的反而是台海 因为台独政客的角动 其实是更加的不安的 像是这一次的汉光演习 还把台湾海巡单位的一艘安平级的成功舰也纳入了 成功舰几天前已经进驻到宜兰的苏澳军港 准备参加汉光演习 成功舰虽然属于海巡 但是是可以在有作战需要的时候 快速完成台军所谓的平战转换 立刻装配上雄二雄三反舰导弹的发射模组 变成战舰 台湾的海巡现在有两艘排水量六百吨的安平级船舰 一艘是安平舰 一艘就是刚刚提到的成功舰 其实都是台湾海军驼江舰的改良版 那安平舰在五月已经试射过雄二导弹了 有人就猜测这一次成功舰参加汉光演习 就可能试射熊三的导弹 那这些想法跟做法透露出来的 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装满了各种火炮 导弹 已经是一个刺猬导了 但是好像总是认为这个刺是不够多的 总是担心会被突袭会被斩首 其实只要你不改变台独的路线 恐怕这样的担心是永远也担心不完的 我们知道台军的汉光军事演习是例行性的军事演习 那么在历年历次的军演当中出过很多的事故 但是蔡英文当局却还是想要依托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造声势 那么他这种以武士强的一种方式 最后会引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美国方面对于台当局 它一直是执行一个棋子化的处理 美国当前去深度推进所谓的印台战略 它是在所谓第一岛链链条当中 它要把台湾岛它看作是一个不要断的一个点 看作是一个相对真空的地带 所以要通过去加强与台当局 或者台军之间的所谓的军事联系 以此来去填补这样的一块真空 所以美国方面 它无论是以给出建议的形式也好 还是说这种名押按押的这种方式也好 它就是要所谓的强化台湾岛 强化台当局的所谓这种自我防御能力 它的具体的方法 就是通过不断的对台军售 而这种军售 过去节目里面我们也多次提到 它跟一般性的商售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一种特殊军售 从你的交货方式定价权限 包括这个周期运行的周期 甚至包括这个未来的维修方面 这个台湾当局是大大的吃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它在不断地去渲染 渲染这个义武谋独 不断地渲染这种紧张的局势 就会使得美国方面的军工复合体 进一步地榨干台湾岛 进一步地去榨干台湾岛的民众 最后一滴血 确实就像刚才二维分析的这样 台军无论是在汉光38号军事演习当中 用了什么样新的战术战法 比如说在淡水河进行组绝链的演练 还有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雷达的干扰作战 或者是进行整个的反斩首的演习的部署 其实这一些都不可能在战时的时候 真正发挥台军想要的效果和作用 那么现在无论做什么样的渲染和宣传 不过都是台军的异想天开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所做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恋爱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Burke Real live 小众朋友有点放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